你有沒有試過後悔,喜歡過什麼明星? 就是一大碗沒有追星 我要生氣以前的回憶 沒有,做完的事沒有後悔 所有十個都是想到 那些 不要禿 grad生 喜歡是無理由的 Hello,我是文 追星已經成為了 我們香港人的精神之處 當明星犯錯時 你會不會感到一絲絲的後悔呢? 今天就不再問 有沒有喜歡著是什麼明星? 台です are you sure? 之前已經有聽過他 不知道算是禁 día rap背後 去處理樓居令香港人多點聽Rap 我覺得是不錯 追的話都是NC 唱歌好聽 你有才華 樣子呢? 挺帥 挺帥 在這裡 你最喜歡誰? Muff 剛剛出場的時候都幾多人玩 你有沒有影響到? 沒有啊 一直都是很支持我 都支持整隊Color 當然 你有沒有試過後悔喜歡過什麼名稱? Ban 不要說後悔喜歡 有一點點失望 她那單而已 有一些桃色糾紛 雖然她性格本身也是這樣 但是發生了那單事的時候 呃 呃 雖然大家都知道 娛樂圈是這樣的地方 但沒想過會 以這樣的形式去讓人知道 XX 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她們生得挺可愛 我差很多年紀 她們的Din哥多小 為什麼後來沒那麼喜歡呢? 因為 突然被按鈎一下 按鈎仔扮韓星 那樣 XXX 她之前有查我跟其他人的CP 還有說她舞台那些很滑水 我都不在乎 對那些負面心沒什麼感覺 不是啊 不是啊 上了神科之後沒那麼努力 對她們的失望 對那些人 看見她做你的後買 會覺得怎麼樣 如果你不是特別喜歡她們 你都當是吃花生 那樣看 子女孩的時候 她也是一個人 感情方面 會被人放大來看 一般人 和一個明星 你當然會顯示一個明星 那陣子就忽然很喜歡 XX這個 之後看過幾次Live 就 又叫她失望 現在不是太喜歡她 現在很多放棄了香港的市場 去了大陸拍的節目 有很多 不是現場 可能有Tune那些音 這樣就這樣 青鳞想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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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再次對面 沒問題呀 人之常情 我還要多謝她 我不覺得是犯錯 正 風機和蔡燕 那時候結婚又離婚 那麼兒戲 那樣 現在沒有得正 很好呀 看她那個機動部隊 為什麼會令你們 她少了這些新聞 她拍的影片比較多 positive Q&A的時候也有說一下以前的東西 看得出她真的不同了 Voice那個不幸的那個 又很快生孩子 生很多個兒子 但是沒有錢 我覺得不太好 就算她很努力回家一份part time 真的已經改變不到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 想起關XX和XX 中一的時候我覺得 為什麼禁讀大使呢 她還說這些東西 你怎麼禁讀 算死呀禁讀大使呀 VXX的V爆了一個新聞出來 放煙break被人拍了照 那時候以為這麼大壓力 都沒有這些不良嗜好 就覺得很欣賞他們 但電視爆了這個新聞出來 就覺得一小小失望 始終喜歡明星有不同的年齡層 有小朋友 再小一點 看到她有機會真的有明星效應 好的形象就是 可能不煙不走 走難免一點 他們會有相當的影響力 好像KOL那樣 為什麼現在人這麼Harsh 因為他們有影響力 做明星更加要有自己的character 不應該假裝她是一個什麼的人 是告訴大家 她是一個怎樣的人 有些人說會教壞小孩 其實以現在的網絡科技來說 小孩要壞就不關明星的事 這個是父母的責任 不要把這些東西交給其他人 都是focus是歌 又不是我男朋友是不是 可能是朋友呢 朋友都可以逛街市的 人有多些經歷 寫到好歌唱到好歌的嘛 我是看作品 他私下這份人不關他音樂 因為他作品好 繼續支持他在作品方面 但他這份人又不會去怎樣討論 如果你是一個大家我想去的那樣的人 那你不如做個機器走出去 不需要藝術 多一點包容 多一點respect 少一點judgment 說得很好 拜拜 有沒有東西想對她說 他會不會看到的 有可能的 說實差嘛 沒有你的負面新聞 我會繼續聽你的歌 然後 希望將來可以 跟你成為同事 嘩 那你有什麼想跟正X說的說話 你很有趣 要鼓勵一下 人都有做錯事的時候 娛樂圈 一向都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只不過剛巧她的東西被人爆了出來 其實有很多暗瓦底的東西 可能都有發生同類型的東西 只不過沒有出現到在大眾視線裡面 只是